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 有人赚的是你看不到的钱 老师顶级的策划是策划了一张美神会的卡 美神会的卡非常简单 只交我99元 成为我美神会的会员 全年免费剪头发 全年免费洗 全年免费烫 而且再送你52张小龙卡火锅店的火锅券 一张50块 等于送你2600 你才花了多少钱 99 一年后把99块退给你 就这一个小方法 小策略 可以让一家知名的美容美发店 可以一年的销售 增加1000万到2000万 老板一定要知道 首先你要想办法 要把客户给什么 你能留住客户的时间 留住客户消费的次数 就能留住客户的财富 你今天不让客户占你的便宜 你永远没有机会占到他的便宜 所以一下子周围三公里的 包括老客户 全是他的会员 我要的就是你们来我这个店 来了我这个店 我捡你的头 我就有后面办会员卡的机会 你要是不来我们店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你来我这 我把我众多的收入链中 十个收入链 剪头发是不是一个收入链 请问做SPA是不是一个收入链 做身体的IJU是不是一个收入链 然后把你再做的医美 是不是一个收入链 我首先只要把一个强刚需的 把它拿出来 让你们来我店进行一年的消费 我就有机会卖你后端的东西 有人一定会问王老师 那这个靠什么赚钱呢 我来给大家解闭一下好不好 那这也是王老师在上海非常很重要的学员 王老师也投资他 成为他的一个股东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设计了一张 99的引流卡 这张引流卡如果能操作 所有办卡的前两个月 一个都不能堆销 我们选了五家门店做四连 这五家门店前两个月只干一件事 服务不做退销 任何员工只要让学员再办卡 让会员再办卡 直接把你开除 让你干 他就给了我100张 这个学员还是比较有良心 让我自己留了一张 然后把99张送给我的高管 送给我其他的学员 我在第四个月成功的在他门店刷了七万多块钱 比如说王老师 不是全年免费吗 你怎么还刷了七万多块钱呢 就是因为免费免费免费 终于有一天 一个什么给我洗头的小姑娘说的第一句话 王总 你头是不是受过伤呢 我心里想都洗了四个月 什么受伤你不知道吗 对吧 我说是的 但是哎呦 现在你头产生了异变 我说说人话 而你头缝的真数特别多 手术做得太大 所以可能手术带来了后遗认 所以导致你这块产生了脱发 早这样下去三年时间你会成为徒顶 我说不可能 他说我让我总监过来一下 蹦蹦蹦 总监过来 我一看我还认识 总监过来 哎呀王老师好 哎我说你好 这怎么回事啊 他说我看看 把我领到隔壁的一个VIP室 然后里面有个显微镜 然后给我一看 哎呦 他说王老师你要注意哦 他说你旁边的头发都很正常 一个毛狼里面四根头发 但是你越往中间 毛狼只剩两根 再往中间的梗 再往中间一根都没有 然后我一看果然是这样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他说王老师 这个就是手术的后遗认 你的手术缝了50针 他缝针过来 最后那个血管 那个针管被抽出来的时候 因为里面要化了 他也抽出来 可能缝合的时候 神经和血液的 没有完美的配合 所以导致了今天这个情况 不过没关系 我们是自己这方面的专家 一个疗程 基本上可以保证 过本根源 不会再脱了 两个疗程 能让你看起来跟然的差不多 但是在后遗认还是有一点 三个疗程彻底根除 我说兄弟你说话 能对结果负责吗 他说王老师绝对没问题 三个疗程 我说那就刷三个疗程 七万多没了 我就是贪图他那个99块 要是没有那个99 我这七万多就出不去了 比较小看99 所以当我们还在 喂一个剪头发 还是99块 还是199的时候 应该人家跳出来 所以我希望 给很多同学带来启发 当然这只是他 盈利点中的一个 就是我们做到了 用99块超级引流 然后通过三个月的服务 建立了信任感之后 然后造到后单 通过几个高级变现的项目 然后把它给变现掉